机械先锋 国际挖掘机挑战赛 首届国际挖掘机技能大赛 名罗开战 来自伊朗 印度 越南和中国的六名挖掘机驾驶好者 汇聚中国柳州 展开一场扣人心弦的巅峰对决 机械驾驶的终极挑战 行业竞技的辉煌梦想 谁能栽得最终的荣誉 机械先锋 国际挖掘机挑战赛 敬请期待 抛着波斯语的伊朗选手 说着越南话的越南选手 还有使用印第语的印度选手 进行了海外队 即使语言不同 性格迥异 却都是顶尖高手 中国队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他们是挖掘机全国大赛的冠亚继军 两队内部比拼后 积分最高的选手将拿到决赛的入场券 首先出场的是外国选手 国际组挖掘机越障碍 现在规则很简单 我们每名选手都要成功的跨越 而且大家看到了就在我们限定的一个并不大的区域之内 碰一下都不行 谁用的时间最短 谁的成绩就最好 那么接下来首先上场的就是伊朗的萨玛达先生了 OK 萨玛达先生是伊朗最出色的挖掘机首之一 他也是经过了多少次施工作业的考验 比萨玛达先生这个角度显然长得不好 今天我们要抬起旅带过去 所以现在必须让铁产头承担那一条腿的职责 大马德最终用时一分不止其妙 萨玛达先生是一个平常不太愿意和我们交流的人 当然也可能因为语言的缘故 但是我跟你说他的表现的气质和运萨玛达先生对他的印象 踏着很大的转件 实际上我觉得萨玛达先生绝对是变成三名外国车 我们技术最高超的一辈子 我觉得我是很难想象 萨玛达先生是怎么做到的 可是大家看啊 他的铝带移动方式跟其他选手不一样 他的铝带进到了这个直进水管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用一丝去把这个铝带提提提提提 过来了过来了 好刚才第一步挂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下落非常的精准 大家看啊 这个水管现在是正中 在两条铝带正中 可以说蒲迪仙格先生这个计算非常的准确 当然了大家要想一下 这是坐在驾驶室里 它其实视线也是有限的 所以应该是凭变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感觉来操纵 小心啊 小心小心 好 现在已经全部过去了 只要一个漂亮的下落就可以了 小心 好 现在它脸上露出了灿烂的轿热 对机械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 大了以后呢就开始开各种的机械 什么什么吊车产车查车都开过 那今天呢 现在已经成为里面出色的挖掘的一手 好阿松就要完成了 还差一点 好 再挪一点就可以放下了 我们期待阿松完成比赛 现在他的时间刚刚过去了 您看这儿很明显是压到了水果 就是最后的一个角度没有掌握好 太可惜了 阿松的失利 暂时乱起 中国组挖掘机跨篮 这傻小子 我跟你说 我们这篮架根本就不是给他准备的 等一下我们这个跨篮大战 来参加跨篮的 是25吨重的挖掘机 我跟你说 这挖掘机别看得重 那他跨篮根本就不可能像舒冬一样 忙忙操操的 好 哎呦 毛泽老师 我们看 他的这个履带抬得非常的高 非常的漂亮 我们说过规格是不能抛一点篮 但是网友 哇 可能是又怕蹭到啊 台子非常的高 绝对不会碰到一点 大家看到这个姿势了吗 他是用那个大颤抖支着地 然后整个 一顶往前走 然后那个颤抖再不停往回旋转 哇 一阵风过来 这个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站在旁边也感觉到非常的危险 哎呀 来了 现在网友老师的表现非常的好 时间过去了40多秒钟 他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坐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他的两个履带都抬得非常高 网友说在驾驶室里 过这边来的话 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既大的山脑在地上滑动 也是在地面上滑出了深深的痕迹 好 现在大家看啊 这个角度掰了一点 网友说要调整一下 对 调整一下 第五个篮 我总觉得这个大家伙会放过去 还剩下最后一个篮了 网友的比赛马上就要完成 最后一个篮我们看看 可以顺利的完成吗 最后关头非常可惜 这条雨师傅 这个也抬得非常的高啊 我们看啊 这条履带 它的长度是四米五 将近五米 然后我们两个篮架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呢 是五米出头 也就是说 两边只给它各留了 不到五公分的余量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余量还是很小的 我打 我给你小心 小心 小心 现在一边 小心那边的 一下 搞得也成一个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清闲 那边蓝带是太一样 要碰到 坐在吧 这一个驾驶室里呢 它的事业是有盲区的 在这方面 在这方转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看到 马上就完成了 好样啊 时间 一分 你能跟其他两学生不一样啊 我们刚才说了 他曾经要求 要把篮架间距调小 在这个篮架间是用两个捋在一块行走的 但是这是要小心了 会不会碰到篮架 它的重量 相当于三头大象落在一起的重量 看一下 哎呀 蹭到了 哎呀 倒了 太可惜了 这种事物真不应该出现在李英的身上啊 他这个打的机械臂还要保证一定的运动方向 哦 配合起来 实在是很困难 打着他李英走得非常的悬 他李英就是紧紧插着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一分二十秒 他就要加快速度 一分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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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四十秒 一分四十秒 国际组挖掘机运气车 您现在看到我们还可以坐在车里站在车旁 但是等一下我们这辆车就要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就要被我们身旁的这台挖掘机给整个抬起来 所以坐在里面还是很危险的 这场比赛首先要上场的还是我们来自伊朗的Sama先生 Sama先生显然是没有看清楚位置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仔细 看得很仔细 这个 很悬 大家看得车 晃晃悠悠 晃悠悠 我们很担心 这十几米的距离能否顺利完成 马上就要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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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保险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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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松下来看了一下 大家看 两个 鞋的过程中 鞋车是不再不断的左右晃了 而且如果架的不就很稳的话 车前还会被晃到地上 还有后轮 好 但是阿松的用时却是稍微长了一点 葡提星哥先生的比赛现在开始 我这个位置 看到这个巨大的机械臂抓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恐怖 给大家说 我没有想到 普先生速度这么快 太阳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纯熟 没有问题 到了 好 现在要做的是把车 中国足挖掘机开啤酒瓶盖 每分钟几千转的锋利的电链锯 这里是八瓶脆弱的带开的啤酒瓶 我身后是巨大的挖掘机 上面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 宇宙的硬汉教练网友 计时开始 别着急啊 网友很猛啊 你看第一瓶酒 争分钟秒是必须的 但是关键是你要完好无准的打开才算有效嘛 这样光转其实不行的 你看看啊 哎呀哇哦 拍的好漂亮啊 大家看网友在开这个酒瓶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乞巧的动作 锯的动作非常的大 但是同时呢 酒瓶飞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说实话 现在看不清楚酒瓶的道理是否对裂 所以网友一切才不得而知 一共是8分钟 它只有硬能呢 多少时间内完成呢 现在我目测一下 网友已经成功打开5瓶了 时间刚刚过去了 50秒 这瓶碎得太夸张了 网友是拿跌连机的下摆 来蹭那个酒瓶盖 这样的话 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在于这个下摆 并不是特别的锋利 所以可能开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如果用上摆的话 会可能更加容易一些 当然 网友的这个策略 不知道最后的效果是怎么样 好 我爱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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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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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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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将首先挑战挖掘机高空走钢村 准备巅峰挑战 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的比赛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 我们的一号选手来自印度的比兴格已经开始往第一阶台阶开始迈进 这个型号的挖掘机只要用手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到他是手脚并用 非常熟练 这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动作非常的快 非常的猛 待会儿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了 好 很顺利的他利用缠斗在地面支撑已经爬上了第一阶台阶来 我们现场的观众给他一点掌声好吗 好的 接下来他的第二个目标 第二阶台阶 今天下午在操练的时候 我们的这位选手还是比较猛的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他变得非常的紧盛 很稳健 你看到他是用脚在操纵 两条铝带的操纵杆 好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半 那么他是位于我们第二个台阶 已经走到了一半 我们不知道他慢上第二个台阶 是不是也会跟第一个台阶一样的迅速 那么不知道我们比赛的实际结果 会不会是这样 这才是刚刚开始 好 已经利用缠斗的把机器撑起来了 好 也是非常的顺 非常好 接下来的动作应该是越来越熟练 现在时间是过去了两分三十六秒 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 那相信大家的心也急了起来 当然还有两期台阶要等待他去卖地 好 那么今天下午在调试的时候呢 我也试了一下就来进行 小心 小心 滑了下来 赛场之上突发意外 菩提心格操作出现严重失误 技术一致的挑战容不得半点杂念 他能坚持下来吗 现在呢 我们的菩提心格是利用灰图板 利用灰图板 在第三支台阶上面 暂时地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 但是呢 他需要马上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有了一点点的支撑 我们看到 在第三支台阶上 雨带呢 是上去了一点点 确实这项比赛不光是考验人的技术 同样呢 更重要的是考验人的胆量 之前发生过意外的菩提心格 究竟还能坚持多紧呢 好 我们注意看一下 好 非常好 掌声 现在啊 迈上第三支台阶呢 他是用去了四分四十三秒 那么相对于前面两支台阶来说呢 真是非常非常的悬 他现在呢 动作稍微有一点犹豫 不如刚才那么流畅了 好 他把推出板收了起来 那么接下来 转过来之后 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姿态 怎么样呢 先用颤抖 把挖掘机抬高 把挖掘机的一端抬高 然后呢 放在上一支的台阶上面 把履带向上去 然后呢 再转过头来 从后面撑起来 从而呢 把自己推上更高一级的台阶 我们看到稍微有点晃悠 有点晃悠 就差最后一步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关口 差一点点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快地调整一下 尽快地调整一下 因为接下来 在他后面等待他的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我们今天比赛的重头戏 最精彩的一个时刻 也就是两条长达25米的钢丝绳在等待着他 现在比赛的用时是到了6分56秒 赛现场的朋友们 还需要你们的掌声和尖叫声为他加油 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不用说什么 大家的心已经跳得非常的快了 我都可以听到大家的心跳声 我们的菩提心格 非常的迅速地 走上了我们的这两条钢绳 非常的稳 尽管这两条铝带上面有两条凹槽 正好嵌到了我们的两条 钢绳正好是嵌到了这个凹槽当中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么一个大家伙在两条细细的绳子上面行走 是什么感觉 现在的行程已经过半了 行程已经过半了 他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有底 很有信心的往前在迈进 好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另外一个高台了 我们看到这个在到达高台之前啊 因为承重的原因呢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斜坡 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成功的跨越 好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Good job 这一关一定要小心一点 否则的话功亏一篑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啊 我们听到这个缠斗撞击在我们的这个斜坡上面重重的声音 好像是我们沉重的心跳啊 OK OK Be careful 我们看到吴迪辛德呢 采取的策略是两条履带啊 并没有采取同步往下滑的一个方式 而是好像在错步子啊 左右左右左右这样的错步子 慢慢的往下挪动了 相比于前两关的那种勇往直前啊 好像这一关它稍微有一点犹豫 我们是不是用掌声给它加加油 让它动作快一点 来 Speed up Curry up 好 非常顺利 那么已经走了一半了 现在的用时是十分半 就差最后一点了 就差最后一点了 看到它非常的小心 好 加快了速度 到达中间了 最后是十分五十七秒 能够最后的完成 确实实是它的信心 经验 技术和实力的最后生意 中国的叶昌宇 叶昌宇 中国的叶昌宇登场 叶昌宇 中国挖掘机技术大赛的亚军 当够了第二名的他在国际预算赛中国组织比赛中经历了重重困难三战告捷 艰难地淘汰了中国挖掘机大赛的冠军李英和冀军张勇 终于获得了一个扬眉吐气争取夺冠的机会 机会仅此一次 成绩如何 让我们赛场上见 开始 那么刚才说到叶昌宇是一位非常稳健的选手 我们看到他的动作呢 也比较的细地 不要着急 那么相信我们稳扎稳打时间是够用的 好 已经成功地迈上第一集 非常的顺利 那么每一集都像这样顺利的话 应该在两分多钟就可以成功地登上我们的这边的高台 我们听到场边啊 有我们热情的柳州的观众 大声的呼喊着 叶昌宇加油 好 已经成功万上第二集 顺利 往复是没有什么悬念 到目前为止呢 那么找这个数目应该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刚才啊 我们的一号选手从第二集迈上第三集的时候 是经历了一点小小的波折 好 我们看到他非常的熟练啊 非常的熟练 那么叶昌宇说啊 他从事设备的调试工作有六年多 那么应该说呢 非常的 对这个操纵的设备非常的熟悉 而且呢 动作是非常细腻的 好 我们看到他已经 带上了第三集 有一点点 好好好 新冠有点晃悠 但是已经成功的登上了第三集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最后一级台阶 现在的用时是两分五十六秒 这意味着他接下来的剩下的时间 接下来比赛剩下的时间 还有不到八分钟 大家看到啊 因为像你的脸上的表情是非常坚定的 好 这一体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很快啊 他调整了积极的姿态 好 顺利登上第四集 好 同样呢 我们现在比赛暂停计时 到目前为止 他的用时是三分五十八秒 叶昌瑜走钢四合度 明显要比菩提心格快得多 冠军归属 似乎已经板上钉钉 胜利已经在朝叶昌瑜招手 刚才说到 叶昌瑜呢 在柳宫一直从事的是设备调试的工作 尽管没有下驶挂绝机走过钢丝 但是呢 同样做的都是非常精准的 非常高难度的动作 转眼间才三十秒 叶昌瑜就已经前进过半 不甘心做亚军的叶昌瑜 不仅仅是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而是胜利已经十拿九稳 他驾驶的这个挂绝机都非常的稳 但是 但是 大家看 稍微有一点点歪啊 稍微有一点点 哇 左侧倾斜 一万随时有可能发生 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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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比赛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不太顺利 但是呢 最后还是躺得过来 我想啊 这种一往直前的精神啊 应该就是我们赢得比赛的精神 机械神风 国际吊车挑战赛 印度的马丁 刚果的胡伯特 斯洛伐克的米兰 经过层层选拔 在本国脱颖而出 不远万里来参加 由中国首次创办的国际行业赛事 中国吊车先生冠亚军 林同彪 软于双拳和卫军 也将为夺冠 拼尽全力 首届国际行业赛事 即将迎来最后的总决赛 机械先锋 国际吊车挑战赛 国际选手虽然都有着数年 甚至数十年的工作经验 并且在各自国内都是经过了 层层选拔的佼佼者 但是对我们的项目 仍然觉得非常神奇 吊车比赛 究竟需要夺高的技术 是不是真的能打开啤酒瓶 到底能不能投来入框 汽油桶和玻璃杯 又将怎样叠成高塔 这一切对他们来说 都是极大的挑战 下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 国际组的第一轮比赛 吊车开啤酒 即将上场的是 Uber I'm coming from India My name is Martin 三瓶啤酒瓶 如果用普通的啤酒瓶 起子来开的话 估计也就是五六秒钟的事 但是用25吨的吊车 用这种特殊的起子来开 要花多长时间呢 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 来自印度的工程师马丁 宽度不足一毫米的瓶盖边缘 晃动的开瓶器 距离驾驶是七八米远的距离 开启啤酒瓶 真的成为了一个极难的挑战 找准时机 现在马丁先生就是在用这个面 这个面的这个技巧来对着瓶子 但是高度还是难以下 我上下其实也就是两三厘米的距离 有机会 好 漂亮 一瓶非常的漂亮 这样做得非常的好 还有两瓶 马丁先生需要继续加油 他这回呢是利用难得的工作假期来到中国参加比赛的 刚才打到啤酒瓶盖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要把啤酒瓶打碎 但是这一下抓住的机会就是这样一下 马丁先生现在找到感觉了 已经连续开开两瓶了 还是最后一瓶 我们在期待着他最快的时间完成任务高度高了 朋友们您跟我们一样离得这么近的距离 通过电视画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正在说着马丁先生已经完成了完好无损的打开三瓶盖酒 斯洛巴克的米兰先生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 他现在已经准备游戏 看看欧洲选手势力吧 比赛 现在开始 它是一个方形的 边上是一种圆祸的状 所以选手需要是把这个荷对准酒瓶的瓶口 这个就很难 因为为什么即使对准了 有可能因为这个晃动 它在跑偏 本关比赛要求选手们连续开启三瓶啤酒 用时最短的获胜 米兰先生还是 有机会 走啊 你看 大家看 刚才就是这样 这个瓶曲的边缘已经卡到了瓶子上 如果他能够借个劲 甚至一兜的话 就可以 可以了 但是 稍的一晃 这个劲儿没起到位 这个瓶曲的又出来 好 一瓶 漂亮 大家看 这个家伙晃得多厉害 如果您顺着杆往上看就看见 这个大小沟 上面是钢缆 下面是钢棍 然后是 全都是柔性的 不是钢性的 所以晃动很大 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像刚卡住了 我再往边上一使劲儿 不就开了吗 就是这样 好样的 我们看米兰先生已经把这个瓶曲子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了 现在我们在等待 有机会了 走漂亮 好样的 计时 开始 因为在我们提这个吊臂的时候 即使动作再轻微 也很难保证没有左右的偏差 好 很快 他就已经把这个特殊的 看一看 相当厉害 刚才一瞬间 胡沃德先生在我们没注意的一瞬间就已经打开平 速度相当的快 到现在为止 时间刚过去了一分多钟 现在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他完全有可能在三分钟之内完成比赛 因为后面两瓶他有了经验 有了足够多的感觉以后 应该可以更迅速的打开 漂亮 两瓶 我们看上去好像似乎不用拖大的力量就可以把皮有瓶打开似的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这个皮有瓶 大家看已经起开一个小边缘了 这个瓶盖跟我们平常开瓶盖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平时好像要用很大的劲 使劲一开 但是在这个巨大吊车下面来讲 开它就是稍微一百分钟的事情 想不到非洲来的选手真的是实力非常的棒 三位外国选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参加由中国举办的首届国际吊车大赛 米兰先生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 在首轮比赛中 刚果选手胡伯特表现出了优异的技术水平 中国组的比赛也马上将要开始 三位选手中谁能够获得代表中国出战的机会呢 全看他们的技术表现了 下面就是国内组的吊车倒酒的比赛 中国组吊车倒酒 中国胡兰原酸泉 计时开始 本关要求选手在三分钟之内将酒注三个杯子 倒入底座的不算 最后以倒酒量的多少分胜负 虽然用的不是真正的香槟酒 但是慢慢一滴对于选手来说都很宝贵 尽量减少浪费就是胜利的关键 好 现在有酒进去了 好 这个酒都会沿着飞壁往下流 又倒过了 回来也行 吊车倒酒 前 后 左右 上下都让全部照顾到 一点点的误差就会导致极大的不同 能否完成全看他们的技术水平吗 对了 好 好 第一杯满了 还有最后的20秒钟 倒在下面的杯子是不算的 必须要倒在上面的那只杯子里 还有最后的15秒钟 最后的10秒钟 最后的5秒钟 时间到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有时候既然再把最后的酒倒出来也没有用了 我们看一看它最终的成绩是 一杯半 中国陕西 吴卫军 好 现在要上场的是吴卫军了 要想超过之前圆双全的成绩 它至少要倒一杯半 还要再多一些 三分钟 这个挑战一点也不轻松 现在比赛开始 其实大家看这一杯酒 大概也就是100克左右 换过来换过去的时候都流出来 倒满这一杯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话浪费肯定很多 吴卫军的酒浪费太多了 还没满 好 一杯 时间刚刚过去一分钟 如果吴卫军这样下去的话 通过圆双全 看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圆双全的一杯半 眼看就要被超过了 最后的半分钟 好 一杯半 还有酒 再倒点 马上第二杯就要满了 时间过去两分钟 吴卫军的策略选择的还是相当的棒的 这个高度没有掌握好 酒泉倒在了屏壁上 最后的六秒 五秒 四秒 三秒 两秒 一秒 时间到的同时酒瓶变空了 这样的话 吴卫军的场景出来了 一杯 零 这么多 这应该比一杯半要多了吧 中国同标南同标 最后的三分钟将由林同标来完成 他能倒够两杯吗 这个挑战 我相信他成 现在就再开始 林同标迟迟没有倒 他刚把这个杯子调整过来 好 现在有酒进去了 好的 就一直保持这个倒的状态就行 大家想这个角洲左右晃了 等它晃过来晃过去的时候 不停的就有酒吐入杯中了 好好好 哎呀 好样的 虽然今天倒的不是香槟酒 但是 好 一杯 好 第二杯开始了 第二杯还是没有什么 还有没有多少酒注进去 现在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开始有酒进去了 只要超过半杯 他就有获胜的希望 没有问题 现在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好 满了 OK OK 下一杯 下一杯 不要再浪费了 你的酒已经不多了 最后的半分钟 究竟能到多少呢 林同标的成绩 现在已经非常的棒了 我们期待 他再给我们带来惊喜 好 时间到了 林同标的成绩也已经确定了 最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杯两杯 两杯半这个成绩 毫无争议 就获得本关的第一名 三位外国选手 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比赛 他们也非常的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其中 刚果选手胡伯特 表现尤为出色 以2分26秒的成绩 领先全取2分 而马丁和米兰 紧随其后 下面即将开始 国际组的第二轮比赛 吊车投篮 成绩落后的马丁 是利用难得的假期 前来参加比赛的 如果不能在国际组中 成功出现 那对于他来说 感觉太可惜了 他能否取得一个好成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国际组吊车投篮 马丁先生已经注文好了 我们马上看他的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吊车投篮比赛 不仅考验的是 选手高超的定位技术 同时呢 也考验的是 他们这样一个 对情况的预判的能力 其实这对于他们的 日常工作来说呢 也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是能够帮助 他们在这个 稳准的情况下 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现在看到 三大洲的选手 在这里同场竞技 其实选手们 来自不同的国家 说着不同的语言 但是他们在这里的 交流和沟通 是毫无障碍的 因为他们使用的是 同一种语言 那就是没有国界的 高超的吊车驾驶机身 有了 又差一点 最后一个交来了 马丁先生能否投进呢 出手吧 懒了 哎呦好 懒了 哎呦好好好 踏这边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米兰先生的投篮比赛 希望米兰先生摆发摆中 加油 米兰先生能投进几个篮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的表现 好 篮筐过来了 银先生要找准时机 把篮球放下来 晚了 哎呀 明显没有打准这个新鲜亮 车又来了 放慢了 没有找过好这个新鲜亮 现在应该放了 晚了 哎好球 我们还是有点晚的 人家看这边打进去了 好一分 银先生已经找到感觉了 两个球就已经进了一个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球 现在用吸点值吸起来的 实际上上面有根电线在控制 如果这个位置到了 米兰先生一按电顶 这个球就会落下来 但是有一个新鲜亮的时间 需要好好打托 车又来了 米兰先生要做的就是找好 角度找好机会 放球 角度找好机会 放球 差一点 这个球就漂亮 哎哎 哎呀 在国内的时候打篮球吗 不打 不打 那我觉得今天投进两个球已经还是不错的 看我们现在胡沃特先生第一辆车已经来了 能投进去吗 漂亮 高度太高了 所以落进去的时候又弹出来了 但是按照规则算 一分 现在第二个球又来了 我们的驾驶员将篮车开得很稳 漂亮 有了 两个 第三车又来了 把握的更好了 走 有了 漂亮 跟刚才第二球如出一辙 角度刚刚好 真没想到现在胡沃特先生是100%的运动力 又来了 这个高度 这个位置 胡沃特先生应该很熟悉了 可以 出手了 漂亮 非常漂亮 好 又一个 时间并没有多少 因为我们的车转瞬间又要来了 胡沃特先生的精彩表现让我想起了另一名著名的非洲裔的球星叫做奥拉书 非常准确 今天胡沃特先生的表现让我觉得他是吊车行业的著名的非洲裔的球星 最后一个球又来了 胡沃特先生似乎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一次球掉的很高 看一看能不能中呢 漂亮 满分 这个成绩还有什么多说的呢 中国组掉车障碍转弯 比赛开始了 本关比赛要求选手驾驶500吨全路面汽车调 既快又稳 杯子倒 发20秒钟 压迫一个气球 发20秒钟 到底是要速度还是要稳定 就要看选手自己的选择了 驾驶室里的酒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晃动 好 现在开始转弯了 要做一个180度的旋转 我跟大家说这辆车 车长是20.6米 20.6米什么概念 我们平常家里用的普通的A级轿车 长度也不过是4米 20.6米相当于5辆A级车的长度 驾驶5辆连在一起的汽车 在这里进行半径围 16米的旋转 回来了 要及时找你的位置 明显偏了 掉转头 对了 好悬 很悬 但是我们在 我也冲了 驾驶室 现在来到第一个障碍 大家看他过障碍的时候 车非常的稳 几乎没有动 为什么呢 从我们的下面的角度 你就可以看清楚 原来每个轮都有一个 自己的独立的悬挂点渐 在过障碍的时候 看上去障碍是很高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车轮过去的时候 是有一个喜福这样开过来的话 水杯一定是非常稳的 上面不会有任何的水 打在外面 当然了 也会导致它时间减少一些 好顺利就通过了 第一个障碍 家打窑门 开始绕这个八字形了 在拐歪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清楚了 原来这辆车它是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前三后二 同时有前后的 我们看 这个切的角度有点大 我怀疑它会压到那边的边界 会不会压到外界 我们等一下来仔细来看 好 绕过来 没有压到外界 非常干净地穿了过来 挑着你的角度 挑着你的角度 很悬的 好 现在出场的是 广东力特的 林通标林师傅的车 已经开动了 首先要越过的是 两个障碍 通过障碍的时候 它的速度明显要比 前两位选手快 这样的话 车身的颠簸也更加的明显 96吨的车 一共有16只车轮胎 来支撑 大家看到的是 前三后二 都在转弯的时候 可以进行旋转 好 林通标师傅的速度 但是压迫了气球 连续压迫了两个气球 我估计第三个也难以庆免 四个 林通标师傅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它转弯的半径没有掌握好 连续压迫了好几个气球 而且这个速度太快了 电波的太厉害了 我估计 水杯里的水会洒出来不少 国际组吊车碟机油桶 好 您知道米兰先生跟我说什么吗 这一关他最担心的是 玻璃飞最大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能够把这个桶落得足够高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 加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好 一个桶起来了 但是有问题 大家仔细看 如何能够掌握好摆放 米兰先生把第一个桶已经调过来了 但是歪的 而且还比较晃 他现在不敢往上落 还需要花时间 要等多长时间 能落成什么样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 米兰先生啊 现在已经比较稳了 但是还是不敢放 好 现在基本上第一层是落住了 基本上第一层落住 但是脱钩很麻烦 刚才跟懒生搅的力气 这边落在了杯子边缘 显然是整个桶 这一层口落的靠这边缘了 我过来晚了 刚才我还说那个吐掰的事 这边发现米兰先生 已经把这个吐掰托倒了 慢点啊 米兰先生 我怎么看你鼓子那么悬呢 动作很大呀 下一个桶碰倒了 要直上直下的提 好 因为上面是钢篮 我们一再说 这种吊车上面是钢篮 不是一个钢性的棍 它再利用杯子来给口减速 我这是不行的 好样的 有机会 现在我冒着生人危险 来看一下这个桶 落得有多便 落得有多便 气而不舍的米兰先生 又是一关挑战 从我这个角度上看上去 桶底还是很平的 如果它放得准的话 放得稳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 有 喂 这 这 啪 完了 拿三只杯子 支住这个桶 脱钢了 这是奇迹 在这个桶简直是 出现了一个奇迹 首先它是把这个懒绳 搭在边上给提了起来 另外在放的时候 把一个杯子打掉 只有三只杯子做垫脚 愣着落上去了 天哪 它的比赛还在继续 还能继续创造奇迹吗 如果荒洞稍微大一点的话 整个通道都会被米兰先生给遭倒 还有想法 它可以的把桶往桶毯的一边放 压住了 能不能顺利脱钩 能 能 漂亮 好 勾到了 哎呦 这根懒 都要差点把杯子勾搓 我们都在关注着这最关键的时刻 现在是第12345 就像我们落一颗一颗的棋子一样 现在我们来看 米兰先生是很有技巧的 大家看啊 一个桶向这边边 一个桶向这边边 再一个桶向那边 再一个桶向那边 它落的其实非常有规律的 虽然路线有杯子 已经打碎 只剩下三个杯子来支撑 但是 这个桶整个的重心 是落在一条纸线上的 还是能够落稳的 米兰先生 现在要冲击纪录了 这太阳还能放上去 那简直是太神了 完了 整个桶打来晃 整个桶打来晃 但是米兰先生很有经验啊 它没有出高 我天哪 我天哪 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 谢谢 好 马丁先生的比赛 现在开始了 距离还是一个小问题 关键它的角度 只有这一种角度 很慢 虽然马丁先生很慢 而且调整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支桶棒子并不很理想 来这个角度 你看这支飞子的边缘 和桶的边缘这个关系 好 到位置了 现在放上去了 现在放上去了 现在看上去 这支桶放的还比较稳 但是也稍微有些 像这个方向的偏 位置 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 大家看啊 左右方向还是很正的 但是它的偏是前后的偏 马丁先生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这个桶究竟还能落得住吗 在日常工作中 他们经常要调装一些 非常贵重的大型的机械装置 这就要求呢 他们不能出现任何半点的闪失 所以呢 也要求他们 必须具备精准稳的操作技能 这也是我们本关不在考验 他们的技术精髓所在 但是就是这样 竟然能一直坚持下来 放上了 晃啊 晃啊 整个虫塔葱 就下一层就开始晃 我现在不敢相信 这是马丁先生落起来的第九只桶了 第九只桶已经调下了 咱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桶塔 这个桶塔形状 说实话这个桶塔形状 在第四层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言说 它可能要整个的倒塌 但是没想到 马丁先生 用它娴熟的技术 一直在调整 一直在调整 现在整个桶塔 还是很稳定的处理在这里 奇迹难道针脚发生吗 我们的印度选手 在和第九只桶 动作稍微有点忙 这个桶塔倒塌了 不过还是很棒 来自刚果的胡波特先生 他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强 去看这个桶 确实很稳 两边的缆枪很均匀 好 放上了 放上了 天哪 第五只桶 桶移过来的速度快了很多 从第三只 哎呦晃了 好样的 每只桶都左右偏差了很多 我看着很神啊 胡波特先生 坐在驾驶室里 很有耐心 大家看 把桶调整得非常的稳 几乎纹丝不动的时候 人家才马上往上放 第七只桶已经过来了 从我这个角度看 离得很近啊 哎呦 这个桶塔真的是歪歪歇歇 伸手就能够到他 从我这个角度可以清楚的看到 现在已经落到了这么高 大概有十米的距离了吧 很不容易 现在胡波特先生正在挑战 雷桶塔的这个巅峰 现在这个桶顶安方 输了吗 稳的 关键是怎么脱钩 从我这个角度看 钩现在有点缠 胡波特先生脱下来了 第八只桶 现在第八只桶 慢慢的让它稳定住 这个角度您就可以看清楚 这个桶有多鞋了吧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第八只桶又放上了 第九只桶又来了 难道说 胡波特先生真能把石桶 全落起来吗 哎呦 晃啊 晃啊 晃动很大 还在晃 脱钩了但还在晃 还在晃 还在晃 但是现在大家看 雷桶 它已经不是那么稳定了 它是否能够抓住机会 完成挑战呢 我从这儿只能看见胡波特先生的顶棚 我多想给它指导一下 我现在离这个钩子很近 这个钩子现在好 我从这儿只能看见胡波特先生的顶棚 在吊车吊汽油桶 雷桶塔的记录已经诞生 第一次他参加这样的比赛 但没想到这样的成绩 中国族吊车竹竿放鸡蛋 中国陕西吴卫军 好 现在吴卫军第一颗鸡蛋已经勾起来了 现在我跟他同步上升 看看一百秒之内他能否完成 放弹在鸡蛋上的任务 如果产生放鸡蛋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保证鸡蛋的稳定 有机会 现在吴卫军只有最后的27秒钟时间了 27秒 起起来再放上去 只能一次成功 吴卫军一定要坚持住 起而不舍就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最后倒计时 8 7 6 有机会吗 3 2 1 没有办法 时间到 现在还有80秒的时间 吴卫军第二个鸡蛋 放到第二个竹竿上 炸一下车 就像这样 停一下 停一下 停住了 停住了 脱够 脱根就行了 好 恰恰就是这一点就对了 好样的 现在它成功一颗了 成功一颗了 接下来的挑战 更难 60秒钟的时间 炸弹就会爆炸 吴卫军 最后一颗鸡蛋 能成功吗 60秒的时间转瞬即逝 但是现在鸡蛋在第三根竹竿的竿头上 来回的晃 晃得很厉害 我知道吴卫军是为了节省时间 是利用竹竿头和鸡蛋相接触来刹车 60秒钟很快就要过去了 现在还有十几 好 好漂亮 就是这一下 我正说着呢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这一下 它就把鸡蛋放上了 虽然第一个鸡蛋失败了 但是后两个鸡蛋 吴卫军的表现堪称完美 冲滚湖兰 袁酸拳 挪到了第一颗竹竿的正上方 一百秒的时间 对选手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好 袁酸拳 第一颗鸡蛋 大家看 刚才就是这样 咸咸 从这个吊沟上吊下去 袁酸拳看来是要换一种方法 把鸡蛋 这个位置正好 好漂亮 非常的漂亮 现在第一个鸡蛋已经成功放好了 接下来80秒钟 第二颗鸡蛋 第二颗鸡蛋很快就调下来了 时间还有 到一分钟 还有50秒钟 这个时间应该是将将够 它把鸡蛋放好的 能不能再快一些 时间还有36秒钟 还再晃 最后半分钟 还有最后的20秒钟 袁酸拳似乎还没有什么能把鸡蛋放好的罩头 能脱钩吗 能脱钩吗 好 成功脱钩 最后一颗鸡蛋了 机会 只有一个 好 60秒的时间对于袁酸拳来说确实不够了 还有最后的5秒钟 4 3 2 1 10点到 踢爆 中国红州南同标 好 现在它开始尝试来放一下了 鸡蛋在肝边上不停的打转 有机会 但是稍稍骗了一点 有机会 有机会 放了 哎呀 可惜了 太可惜了 还有一点时间 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有大概十几秒的时间 李通苗师傅第二个鸡蛋已经掉下来了 十几秒 要想放稳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任务 苗表还在一分一秒走着 时间 我心里看着这要急 马上就要到了 李通苗师傅 已经尽他的最大努力了 时间还有最后的6秒 5秒 哇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又一颗鸡蛋调起来了 我们的技池也正在进行 第二个技池的时间 80秒后 炸药就会爆炸 随时在竹竿顶端的那个炸药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现在鸡蛋挂上了 但是脱钩 不要再顶了 天呐 已经挂上了 但是钩没有脱出来 李通苗师在利用 竿的晃动吗 好 脱钩了 这颗鸡蛋就在我的身边被掉下来 然后我看着它慢慢的移过去 整个过程 距离大概有将近8米 但是整个过程需要非常的慢 但是慢也不行 因为时间只有不到50秒钟了 时间还有36秒钟 半分钟的时间 李通苗要想把鸡蛋放上 必须一下成功 这对于它来说 标准太高了 一下成功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最后的6秒钟 5 4 3 哎呀 好 来自亚 非欧 三位高手 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参加赛赛 机会来之不易 还备感恩兮 最后刚果选手胡伯特 取得了进入国际总决赛的机会 他也将在赛场上 与公国组的出现冠军 林同标一决高下 机械先锋 国际吊车挑战赛 总决赛 400吨吊车上演极限任务 吊起装载机在10米之遥 连续完成挂4个灯笼的任务 然后再将装载机放置到高20米的铁塔顶端 30米开外的神奇操作如何完成 国际行业巅峰挑战之 国际吊车大赛总决赛 马上开始 让我们首先有请来自广东的林同标上场 三 二 一 开始 现在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 状态机在空中还是有一定的来回的摇晃 能挂上吗 挂上去 就要花多少时间呢 好 我们现在 好 我们现在看见 林同标已经把灯笼挂上了 现在就差脱钩 好 顺利脱钩 好 第一颗登陆已经成功挂上了 第一颗登陆已经成功挂上了 非常的快 我没有想到 林同标仅用了大概三十年就完成了第一个登陆 烟火已经燃烧 现在他要挑战你二个登陆了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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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见很快啊 林同标第二个登陆也已经成功挂上了 刚才那个拖钩确实非常的惊险 但是他成功的脱钩了 烟火再次燃起 现在时间还有 第三个 第四个还能继续挂上吗 好 现在林同标是挂到了第三个登陆 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啊 刚才的位置有些高 登陆是龙身 碰到了我们的登陆挂高 现在要稍微有一些低 好 挂上了 第三个 非常的快 只差最后一颗了 好 现在有机会 林同标 现在套进 好 趁机套得更往里了一些 关键 哇 脱了 漂亮 脱高了 第四颗灯木 最后一颗灯木 林同彪也非常顺利地挂上了 现在四颗灯木的任务已经完成 它现在要挑战的将是高台了 等一下升到二次多米的高空 我们会亲眼目睹 装带机是如何对准位置 四只轮胎完整地安放在平台上的 只是用四百吨的吊车完成的任务 现在开始向我们的吊装平台进发了 大家看得很清楚 装载机的四个车轮 要准确地安放在我们指定的车轮平台上 现在装载机和吊装平台 有一个很明显的角度 这样放上去肯定不行 肯定放不完 但是关键是没有人指挥 没有人扶住的时候 怎么样将吊装物 最准吊装的位置 而且一丝一毫动能有差距 这个任务太难了 麻烦了 现在大家看啊 装带机在空中晃得很厉害 估计是林东标 尝试着将一个轮子放到平台上 结果因为是有一个角度的承插 所以搭上了一个轮子 另外的几个轮子在空中悬空 发生了晃动 让装带机和平台对准 现在装带机的右后轮基本上已经到位了 但是 林东标要做的是 想办法把这个角度调整回来 让装带机和平台对准 现在看样子是放住了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现在 林东标已经把装带机 稳稳的安放在我们的调装平台上了 焰火已经亮起 掌声迎出我们的刚果选手 胡伯特先生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比赛一开始 胡伯特先生立刻加大油门 把装带机提起来了 大家看这就是小灯笼 等一下 小灯笼就在我头顶 等一下胡伯特先生 首先要完成的任务 就是把灯笼挂到灯笼架上 看一看 这个任务它能够顺利完成吗 完成任务的话 我们这一关的挑战 就要来比一下灯笼的数量 打倒了 但是打偏了灯笼架 灯笼没有挂上 不到两分五十秒就已经挂上了 胡伯特 胡伯特 挂进去了 挂进去了 现在叫脱钩 想办法脱钩 胡伯特 想办法脱钩 脱钩了 硬脱 硬脱钩 我以为脱不了钩了 因为眼看着要兜出去了 但是胡伯特 硬拽 但是成功了 他把钩脱下了 朋友们我们来看 这条脱钩的技术机向不错 这个位置刚刚好 我们看一看 好 看得更清楚整个上升的过程 我们现在坐着一台消防的云台车向上慢慢的升高 跟装车机一起升高 胡伯特先生的翻译也会把时间及时通知胡伯特 但是两只前轮落的是两只后轮应该放的位置上 再把装载机往前掉一些 对 撞回来了 可以往下放 哎呀 我们在空中看着 我们在空中看着 我们说卫生你不这么做呢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马上就可以成功 但是我们是在空中看着 在驾驶室里 胡伯特离这儿 直线距离 三十多米 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还是一回事 更别急 找着那个机会 回回地调整 刚才 左边的两只轮子和右前轮 眼看就进去了 然后再往回转一点 左前轮现在将将进去 可能右后轮还差一点 八个月 二百多天的征战选拔 三大洲 六个国家 总计上万人的爆弹规模 国际行业巅峰挑战 同时点亮了两个魅力城市的夜晚 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技术社会中 有太多的面孔 让我们感动 让我们记住 获得冠军的菩提心格和林同标 和那些用优秀的技术 打动过我们的面孔